在极端高温的影响下 从粮食生产到工业制造 从能源保障到交通运输 全球多国多个行业和领域的经济活动 均受到冲击 今年以来 多个粮食生产大国 因极端高温干旱天气而造成粮食减产 路透社报道说 澳大利亚农业及资源经济和科学局预测 澳大利亚小麦产量可能下降34% 大麦产量将下降30% 据美联社报道 西班牙60%的农业地区 有超过350万公顷的农作物 因极端干旱遭受不可逆转的损失 粮食减产和品质下降 还可能导致粮食价格上涨 如果你看到阿尔尼尔的过程 他们有很大的影响 在国际的经济 我们在南美国有压力的雨 但在南美国的南海 我们可以看到更多冲火 但这种影响是货币 特别是货币的货币 从你的酱油到你的咖啡到糖 受极端高温影响 多国出现电力水资源等 能源供应不足问题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北美电力可靠性公司发布的报告称 酷热天气带来的高电力需求 可能会导致全美今夏三分之二的地区停电 在墨西哥部分地区 过度使用空调加大了供电压力 墨西哥国家电力部门已报告多起系统故障 极端高温还对贸易运输 旅游业等造成负面影响 高温带来的干旱大幅度降低了水位 水路运输受到极大限制 欧洲运输贸易大动脉莱茵河 今夏水位降至低位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今年以来 连续五次下调船舶吃水深度 限制通过船只的载重量 一些欧洲城市发布高温预警 关闭部分旅游景点 以减少民众户外活动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 科学杂志近日发表的一项研究称 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范围内 造成极端天气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引发大规模洪水干旱野火等 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 可能在未来几年 给全球经济造成超过 4万亿美元的损失 鉴于气候变化 可能会加剧厄尔尼诺现象的 频率和强度 即使各国兑现减少碳排放的承诺 到21世纪末 全球经济损失也将达到 84万亿美元